我们看这个面相啊 这个乍一看的面相非常不错啊 这个标准的国字脸 而且呢五官的比例均衡啊 三挺啊 也是长短适宜啊 那么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放大来看一下 放大来看仔细看呢 这个面相还是弱在了眉眼啊 就是五官来看弱在眉 四读来看弱在眼啊 四读就是耳眼鼻口啊 那么特别是眼睛啊 属于这种漏白比较多啊 而且呢 眼睛无神啊 气韵难藏 眼睛无神呢 就是典型的行有余啊 行有余形态不错啊 行有余而神不足的面相啊 神不足气韵难藏 而且呢 整个就我们说这个面相 也是要靠后天养啊 即使你这个整个先天的格局 非常不错啊 面骨也是开阔啊 但母官也是得配 非常不错 但是呢 后天这个面相没养好啊 这个运势也会慢慢减弱 相反如果是你先天的这个 整个面相格局偏弱 但是呢 后天养的好 养的气色非常不错 那也是运势也会提升啊 所以说这个面相靠后天养 也很重要啊 那么男主呢 这个眼睛啊 无神 而且呢 眼带非常的大 此处呢 是子女功 我们说是主肾功能啊 肾功能如果强的话 这里是银润 饱满啊 不会往下塌 像这个眼带就 典型的这种后天没养好 而且呢 经常熬夜啊 或者是 沉迷于这些情欲物欲啊 无法自拔 导致消耗福报消耗过多 会导致后天的运势 跟着往下走 那么整个 其实整个先天的这个 面相格局还是非常不错的 额头宽阔饱满啊 出生家庭 环境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甚至呢 是富贵之家 额头非常宽啊 而且呢 这个额侧的一马功啊 也是非常的干净啊 宽阔啊 也适合在外面 打平闯荡 但是呢 这个没风起脚 没稍短 不覆木啊 这就容易个性稍险急躁 而且呢 眉毛往上挑的人呢 这个心态比较高 这个看人呢 有这个高低眼呢 会挑人 就是 闲贫爱富的感觉啊 这是一种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 颧骨和鼻骨 其实配合的还是不错 因为它颧骨紧收 那鼻呢 也不是很大 如果颧骨紧收 鼻孤耸很大的话 就容易什么 鼻孤耸啊 就容易君臣不得配 就容易啊 在这个 因缘桃花当中呢 欲望比较强 或者是说 在这个 在异性的相处当中呢 属于偏渣的一方啊 所以这个男主呢 这方面的这个困扰 倒是没有啊 只是要注意眉眼啊 眼睛养得不好 而且那个 唇呢 也是反弓唇啊 非常的厚重 饱满呢 这个双唇是长得 是面相当中 最为亮眼的部分 唇为出纳宫啊 就是做事啊 包括言语啊 方面呢 进退有度 不会说是信口开河 这个还 而且呢 这个我们说男人呢 双唇的嘴大吃四方啊 所以说这个 非常的大气啊 慷慨啊 能够走四方 贵人缘也不错 姻缘也会相对健好 下巴是典型的 下巴见兜啊 而且呢 有肉包裹 所以说他这个面相 整个格局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弱在了眉眼啊